在昨天晚上 国家大剧院于2023年7月1号晚19点30分 直播了追寻不忘初心 新时代经典作品音乐会 周深第一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带来了大气磅礴 时代之声 灯火里的中国 掀起了整场晚会的演出高潮 跟很多非常著名 非常厉害的歌唱家们同台演出 然后又跟非常有名的 吕老师指挥老师一起演出 感觉包括非常专业的合唱队老师 所有的乐团老师们 我觉得是一个很享受的一次彩排 压力又很大 然后又很享受 感觉所有老师演奏出来的 或者是合唱出来的 都像是 就像是原声带一样 这些播出 就给了自己很大的一个动力吧 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的歌词 也是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吧 感觉看到了很多自己 平时看到的 比如像广场的焰火 或者是每家每户的一些灯火 我觉得都跟自己息息相关 是一个很有团结力量的一首歌 我们所有人都去冲着 同一束最闪亮的那个灯火 继续去向前 我觉得不仅仅是 自己在追逐自己的一个梦 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去追寻 一个共同的中国梦 我觉得团结的力量非常非常强大 每次唱完都会觉得又美 然后又感动 然后又充满力量 也希望自己可以在未来继续 去精进自己的专业 然后希望可以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更好的 站在咱们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 去给大家唱歌 从各位艺术家的 周深首次演唱灯火里的中国 是在2021年春晚上 他和张也合作的堪称经典 在此之后 他也先后在不同的晚会上 演唱过这首歌曲 但是和以前演唱的版本不同 此次在七一建党节之际 演唱的这一版本 国家大剧院版灯火里的中国 堪称大气磅礴的时代之声 在合唱团加交响乐团 加国家大剧院这样的配置下 周深这一版的灯火里的中国 明显高了很多很多的key 在这种高雅严肃的环境之下 更加显得这首歌曲的大气磅礴 周深空灵悠转的声音 就像百灵鸟一样 飞翔在万里灯火的烟花夜空 感受着随歌声流淌的温暖力量 这首好歌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不得不说真的为周深开心 顶级的剧院 顶级的指挥 顶级的伴奏 顶级的歌手 真的不能想象现场会有多么的震撼 没有什么是比听周深的现场更过瘾的了 即便是同一首歌 每一个现场都不同 因为它会的武器太多了 一高人胆大的周深 会让你体会到 爵士高手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期待在更多现场中 领略周深给我们带来的爵士盛宴 《烟花》里的《中国》这首歌 不但内涵丰富 而且特别的好听 在演唱这种主旋律歌曲的时候 周深可以说是信手拈来 有人说周深一开口 就唱出了国泰民安的那种感觉 对于这个评价 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认可 周深的声音特别的温暖 在听到他的歌声之后 情绪会被带入到歌曲的氛围当中 周深演出了那种充满希望的感觉 周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说明他对歌曲情感的处理真的很到位 很多上了年纪的观众 就是因为灯火里的《中国》这类的歌曲 对周深产生好感 并且最终成为了周深的粉丝 顺带一提 因为周深出的二次元歌曲也比较多 所以年龄小的观众 周深也能够轻松地拿捏 这个七一建党节对于周深来说 不仅仅有在国家大剧院首秀的惊喜 写给红旗曲人的致敬之歌《如许》 也于7月1号零点准时上线 这首作品雄魂昂扬的旋律和佩气 奏向着跨越时空奋进向上的时代乐章 目光皎洁 步伐坚毅 如许如你 希望更多的青年 能够从红旗曲精神中汲取力量 更续传承 永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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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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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